各位早晨 今天是3月7日 昨晚美股方面波幅非常小 市場今個星期應該是在觀望 白威夷的聽證會講話 以及最新的飛龍就業數據 說回這個數據 究竟有沒有很大的重要影響 如果它出一些平平的 就不是很大影響 但上次就比較大影響 因為令到市場對於 未來要猛烈加息的預期提高了 因此引發了近日的債息抽高 美匯反彈和股市的調整 在連串美聯儲官員放映之下 其實都幾多壞消息 但市場反應不算很大 調整幅度上算淺 而美股的指數 無論納指、道指、標指 美股三大指數全線都已經升穿了下降軌 亦都開展了黃金交叉 現在來看 都會繼續偏向看好的 只不過數據前市場比較觀望氣氛 但大方向都會看好 恒生指數也是 港股經歷了1月開始 1月底開始的調整之後 其實都已經開始轉穩 目前來說 初步就去到19,800左右 初步的短線支持 期間19,800之後 繼續看上去 看1月美國頂22,000 然後重新冠 報告 第3月 那2月 1月